歡迎光臨 大家好 先感謝Beauty邀請我來分享 各個BSD Conference在世界各地的 一些好玩有趣的地方 我想這個東西跟這個主題應該是蠻切合的 因為每年BSD Conference 就是在世界各地輪流的舉辦 然後參加的人其實就是大家都很喜歡到處旅行 所以其實感覺就好像是一群平常都是在世界各地 然後分散見不到面的朋友 然後定期的有聚會 然後就選一些好玩的地方 然後大家就是去那邊 一邊就是交流技術 一邊就是玩 就是到處參觀 好那我是許麗文 然後我在那個FreeBeauty Project當 Developer 還有Contributor應該是超過20年了 然後我在2018年加入FreeBeauty Foundation 當全職的工程師 所以就有兩個E-mail 這張影片其實是我到各個BSD Conference 然後到各個BSD Conference前面會秀給大家看的 那那個所以我們現在在台灣那個第二行花掉 就不需要花時間跟大家介紹我們是什麼了 那通常我這邊會擺一張Google Map 就是說你們看那個我跋山涉水飛了多久 然後坐車多久才到那個這個地方來 因為像那個每年我們後面會介紹到 每年最大的那個Conference 在加拿大的首都沃泰華 然後過去的話 那個一趟大概是17多個小時 所以那個我參加的時候 有一年那個就是他們最後辦那個活動的時候 就有人捐Raspberry Pi 然後就講說 這一片我們要送給來就是飛得最遠的人 就是從最遠的地方來這邊的人 然後就很幸運的就拿到 不過那是靠就是 就是 就是 對啊 體力跟財力 那那個我以前在那個 就是我做過很多工作 那到現在還有的是 我有在那個交大志工還有監獄課 那以前是全職的就是 就是 跟那個戲劇中的講師 那我現在當然就是 程式設計師 就是喜歡寫程式 喜歡Open Source 那我是 之前做過 就是從 到跨國的大公司啊 等等都有做 那我現在就是 Fortime的Open Source Developer 然後就是 因為Free Beauty Foundation hired我 那其實 這個東西還蠻好玩的 可以跟大家也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 我上一份工作在一個大公司 那 那個很多人就問我說 你為什麼要在那個大公司做 他說 因為在那個公司 我還有一些 就是每天工作完了以後 我還有一些 自己的餘力 可以做一些Open Source的事情 對啊 然後我在那邊做的事情是 有一部分是 還有設計整個 Free Beauty這個作業系統的CI System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後面再講 就是 呃 就是大概是這個東西 大概剛開始流行 然後再做 然後就做做做以後 就是其他的project也開始這樣做了 然後這個 community啊 Foundation啊 各式各樣的人就問說 立文啊 你可不可以做快一點 我就說 可是我白天也有工作啊 這樣子 這個是我業餘的事 然後Foundation的人就說 好吧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就把這個事情 變成你的正職好了 有沒有興趣 然後 那聽起來就是 你做你自己喜歡的事 人家又付你生活費 這個當然是很不錯啊 好 然後 那個 在 就是跟電腦相關 至於我喜歡潛水 我喜歡滑雪 不過 就是滑雪現在已經很久沒有滑了 那我喜歡騎腳踏車 然後 我 非常喜歡旅行 那 甚至在那個 寫程式之前 也就是 念大學寫程式啊 其實高中 國中就開始玩啦 可是 就是在接觸 open source之前 就是 就玩 就很喜歡到處自主旅行 那 這麼多年來 我應該參加了 至少15場以上 各地的concerts吧 那 還有就是 在四個 那個 那個 台灣以外的 BSD conference 有 給過talk 好 那 今天的朋友 應該 我看有些是那個 熟面孔 有些不知道 那我還是稍微很快地講一下 BSD是什麼東西 好 那BSD的全名就是 Burkery Software Distribution 那它 就是一個OS 然後 B是Burkery的意思 就是它最早是在那個 那個 UZ Berkeley的時候 那個 應該說 Research Unix 是 那個大家應該讀過 就是大家 可能有聽過就是 Ken Thompson Dance Richard 他們在Bail Lab做的那個 實驗的一個作業系統 Unix 那 那個 他們最後就到 Burkery 應該說 因為 Ken Thompson 是 Burkery畢業的 他在休假的時候 就把這個東西 帶回了Burkery 然後那邊的實驗室看到 覺得這個是好東西 然後就 那個 開始有一堆 Page 有什麼的 然後散布給大家使用 所以這個東西甚至比那個 GNU計畫啊什麼的都更早 好 那現在的話 當然就是大家會 這個東西叫BSD 所以 現在大家常聽到的 可能說 FreeBSD啊 還有就像 OpenBSD NetBSD 這些都是在 90年代初期的時候 那個 BSD那個 CSRG 就是Burkery的那個 實驗室 解散了以後 那個 衍生出來的幾個 就是從原來的 那個Codebase 再衍生出來的幾個 作為系統 那現在有可能會講說 就是BSD license OK 那FreeBSD 應該說 BSD系統 其實被那個 Burkery 那個 譽為就是 他們 整個學校 一個相當重要的 那個 貢獻之一 好 那如果 大家可能 沒有在 就是不知道 就是之前可能沒有聽過 可是其實呢 你今天只要用電腦 用網路 可能你或多或少的 用 3BSD 因為各個 網路的核心系統 你的手機 不論是Android iOS 你的OS 不論是Linus Windows MacOS 裡面都或多或少 用到了3BSD的Code BSD的Code 好 那 剛才講BSD 那因為我是3BSD Project的人 所以稍微再多說一點 所以就是3BSD就是BSD 那3B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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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ject就是 因為之前就是在Berkeley Maintain的 那後來呢 就是Berkeley 那個Maintain Group 他們實驗室 老師退休解散了以後 成立了3BSD Project 那他就是一個open source community 從1993年就是開始 那個在全世界各地 有contributor這樣子合作 那3BSD Foundation呢 就是這些developer 他們覺得說應該要成立一個 正式的法人成立一個非營利組織 就是來處理一些legal的ease 例如說 那個商標啊 還有有人要如果捐錢的話 什麼這些 因為Maintain一個這種technical project 你需要 你至少需要放個網站 需要有一個 那個source repository 放在那邊 那個時候 還沒有什麼github 或者是 可能還有人聽過 更早的一個叫做 SourceForge 還是什麼的 那時候都沒有 其實就是一台實驗室 擺在角落的電腦 好 那 這就是這幾個東西的關係 好 那最後回到那個今天的主題 Around World 那這張圖是在那個 FreeBSD網站上的 那這就是代表了 有辦過各式各樣 BSD Event的那個圖 所以顏色越深當然就是 越多的地方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台灣也有 我再順便講一下 那個台灣跟中國 那個顏色看起來很像 但是其實不一樣 台灣稍微還深一點 好 那 BSD Conference是什麼 前面講了那麼多 關於BSD FreeBSD BSD Conference就是 這些BSD的Developer User 各式各樣的人 就像CostCup一樣 那個大家 那個 定期的聚會 然後 學習 然後 一起同樂的地方 比如說是share 然後還有一些的 那個 Promotion等等 好啊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 在Conference裡面 除了就是 Gate Talk以外 我們還會後面會講到 有一些 Developer Summit Hexon等等 那就是 大家一起 剛好 可以聚在一起 直接 那個 肩兵肩坐在一起 在那邊 Debug其實還是最有效率 所以就是 就跟那個 猴子安打字機的故事一樣 你把一堆程式設計師 跟一堆電腦 擺在一個房間裡面 最後可能會出現一些 有用的code 所以 那個 當然 Conference的重點就是 交朋友 好 那 BSD Conference 有哪些呢 那個 最大 現在 就是這麼多年來 主要有三個 最主要的是 就是在 亞洲 美洲 歐洲各有一個 剛好就3月 6月 9月 亞洲的話是 美洲的話是 因為它主要是在加拿大 然後 然後歐洲的話就是 UOBSD Conference在9月 好 然後呢 隨著它 或者是還有很多 獨立的 那個就是 各式各樣的小的 Conferences 或者是 Summit 那個高峰會 這樣子 那 因為我對FreeBaddy的 這邊的比較熟 所以就是 讓FreeBaddy 我們就有分 隨在每一個Conference 的 Tutorial的時候 就是他們Conference 一般都是四天 後面兩天是 就是 那個Presentation 那前面兩天是那種Tutorial 那在Tutorial的話 Tutorial是要另外報名的那種 可能半天一天的課程 那後面那個 前面兩天這個同時呢 我們就辦 那個 Developer Summit 就是 Developer在一起 我們後面會再講到 Developer在一起討論一些 Walk in progress 或者是系統設計的那種 比較需要長時間討論 而且面對面比較快的議題 Vendor Summit 是關於使用 FreeBSD的廠商的會議 這個我們再說 那 有一個比較好玩 比較特別的 叫BSD Camp Camp是 Cambridge的意思 就是英國劍橋大學 那其實它也是屬於一個 Developer Summit 那把它特別拿出來講 是因為 它是一個獨立 而且行之有年的計畫 的那個 Summit 那它就是在那個 可以看到它的Link 那個Computer Lab 然後 Cam.ac.uk 那個 所以 在劍橋那邊 最有名的就是 撐船Punting 那 Cambridge的Computer Lab 它因為它那邊有一個教授 是 長久以來的 它從 在當學生的時候 就是 FreeBSD Developer 做了很久 那它現在 那個 在那邊 就是每年 就是 它的研究啊 學校的資源啊 等等 就是都投入在 FreeBSD開發上 那如果大家最近 這一兩年 有聽到一些新聞 就是像 英國 英國政府 微軟還有 On 他們投資了一個 直接 不是重新 製造一個晶片 是 Extend那個 On 64 跟Riskify的那個 architecture 然後做 從硬體開始的 安全設計 那它上面 跑的OS 當然就是 3BSD 那 這邊可能有點 太細節了啦 那 就是最近如果大家 有注意新聞的話 有一個成果是 他們 因為On 在去年 就做出 真的把實際 有改過的 那顆 On64的CPU 做出來 然後他們最近 甚至還 Patch了 就是 Kernel本身 上面的 Display的 然後 User Application 所以最近有一個新聞 就是 有人可以在上面 跑完整的 KDE作業系統 而且整個 這個東西是用 C語言 CC++寫的 可是裡面 沒有用指標 那指標 因為它用 他們那些 研究的成果 這個我們有機會再說 好 那前面講了很多 VBSD的事情 那稍微提一下 OpenBSD跟NetBSD 或者他們自己有很多聚會 在他們的網站上 NetBSD其實在日本是非常流行的 他們之前有像 有點像是台灣的 就是IIJ 好像是有點像是台灣的 支撤會 或是公園院的那種組織 然後他們那時候 日本為了要推行IPv6 或者是 還有就是他們國家的網路骨幹的計畫 那個時候他們選用NetBSD 那OpenBSD的話 最有名的是 他們會辦很多 在全世界各地的HackSong 那些是 應該是Evide Only吧 那因為常 就是 實際的運行 我沒有那麼熟 那值得注意的就是 在19年的時候 他們甚至還來台灣辦 辦一場 那他們那個 他們的那個 HackSong的話 就是非常Serious的 就是他們甚至會 你 有Qualify的話 他就會 給你機票 住宿錢啊什麼的 然後就是 大家 全世界各地的Developer 飛到一個地方 大家在那邊寫Code 那接下來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那個各個 BSD Conference 那 BSD Can 就是加拿大的一次 他都在加拿大的首都 那個渥太華 那他到現在是 最大的BSD Conference 他 我記得 都每年至少都是有四軌 同時進行 所以 然後他的各個icon 就是有看到 加拿大的Ock 或者是加拿大的那個 皇家警察 等等 那從2004年就開始 那 只有在2021年沒有辦 那個 因為一個大家都很知道的原因 那 還有一個值得一提的就是 他在同一個地點 同一批人 那 之前或之後 只隔一個禮拜 也有一個另外的姐妹conference 叫做PGCon 就是PostgreSQL的那個conference 那也是PostgreSQL 那一個community裡面最大的conference 所以其實這邊順道一提就是 那個 FreeBSD跟PostgreSQL PostgreSQL 可能大家如果知道歷史的話 他也是源自於Berkeley 所以其實他們兩邊的那個 合作 還有就是相容 有相當不錯的一些整合 詳細的話 其實可以去看PostgreSQL 他的那個 Wiki裡面有關於一些 硬碟IO Cache Asynchronized IO 等一些問題 那 在 甚至那時候出了 就是有人寫了一篇就是 關於 Asynchronized IO Cache的處理 其實只有BSD是那個 但是我的OS 只有BSD是做對的 OK 好 那 EuroBSDCon的話 他其實才是真正的是還歐洲的 那他們甚至為了就是 做EuroBSDCon 還做 就是 成立了一個叫做EuroBSDCon Foundation 那 他更早 從2001年開始 那 辦到現在二十幾屆 只有2020的時候沒有辦 那也是因為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 好 那EuroBSDCon他們真的是 就是他們是整個 有點像是歐盟那樣子很多跨國合作的 所以他們的各式各樣的後勤 設計等等的都相當的完整 而且具有創意 他們的那個Outwork 就每年都會根據各個不同國家的主題來就是展現 然後他們的Social Event 就是真的是辦的相當的 我覺得是所有BSDConferences裡面做的最好的 譬如說像在法國那一年 在法國那一年他們就包了那個賽納河的那個郵輪 然後就是所有人就在上面吃晚餐 不過我覺得大概是那個錢都花在那個船上面 所以上面只有小點心而已 然後像這個是在維也納在 在應該是比例時等等 還有一個是應該是丹麥 可以 好 那最後就是亞洲的亞洲的HRBSDCon 那如果大家就是參與Open Source的那個經驗夠久的話 或許會知道 其實第一屆的那個HRBSDCon是在台灣用是台灣人辦的 在2004年的時候在中研院 那後來辦了以後呢 那些人就是 就是 也不是說力氣耗盡啦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其實推行Conference 不只要再推行BSD、FreeBSD的Conference 還有很多其他的 就是那些人就是 其實就是像Costcap 還有大家可能有聽過另外一個Conference 或者叫做OSDC等等的前身 好 那現在從2007年開始 有一個那個東京工業大學的教授 在接手再繼續辦 就一直辦到那個 應該說是一直辦到2020 2019年 那過去三年又是因為一個很顯而易見的原因 所以只好停辦了 好 那接下來是Dev Summit 我們通常簡稱Dev Summit 全名是Dev Summit 那 他就如前面說的 主要就是Collective 的Collocate 跟那個主要的BSDConference 那或者像BSD-Cambridge 是獨立的 那 所以這張圖其實就是那個 Cambridge的那個 的那個 的那個 子宮系的細管 或是Computing Lab 那個 Cambridge的那個 新的子宮系細管 是比爾蓋茲捐錢的 所以那個 那一棟叫做 威廉蓋茲 Building OK 好 然後 然後在Developer Summit裡面呢 主要講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Walking Progress 就是大家 就是可能做到一半的東西 然後看說 這個東西 大家 就是給大家先 preview 或是做測試等等 那 之後完整的 有正式的那個 發表的時候 我們才會到Conference裡面講 然後最主要是還有Working Group 像這張圖其實就是我在那時候 我主要這幾年就是帶 關於Testing Regression Test Continuous Integration 等等的Working Group 那 比較 有一點要注意的是 這個Conference是 在高峰會是那個 Invited Only的 所以 你如果是Developer的話 你就是 就自己註冊就可以參加 那如果你不是Developer的話 你其實就是找一個Developer 願意當你的Supponsor就可以 而且這也不要錢 不要什麼 就是有人帶你進去就可以了 就可以註冊 那 當然看場地 有些地方就是 需要付一些場地費 然後就是 在那邊就是 大家會 通常也會包午餐 然後晚上會有一些 organized dinner social event 等等 那 Vendor Summit 就是 主要是 使用FreeBSD的這些廠商 像 其實 剛才講到說 或多或少 各個廠商其實都有 用了一些BSD的code 甚至就是拿BSD來 FreeBSD 或BSD來做 他們的那個 Product 像大家可能 這幾年比較有名的 可能就是 Netflix 那個 PlayStation 等等 這些 那比較Core的Network的話 就是像 Juniper NetApp 等等那些 大型的 CoreNetwork的 那個設備 那重點就是 各個廠商在那邊 share 他們有什麼 可以Opstream到 那個community的 或者是他們會覺得說 有些 功能啊 有些東西的實作 是不是可以Core 常常做 或者是跟著那個 跟著社群 大家一起來主導 因為 FreeBSD Project 是很重要的事 它是完全要由社群主導的 它的Foundation 包含連FreeBSD Foundation 其實我們 我都開文教授 我只能稱它為 官方後援會 就是 他們不能Op FreeBSD 這個Project的 那個 的方向 所以其實也是靠 這一種 Vendor Summit 就是廠商 可以把他們的需求 跟整個 FreeBSD Project的 的Member 討論 然後決定說 未來的方向啊 這個東西 就是小的話 可能是 一些Core的 適不適合 Opstream 或者是怎麼修改 大到是說 甚至像 我們release maintainance 的這些 這些model 時程表啊 什麼的 大家都可以討論 好 那 前面講了那麼多 就是想要知道過去的 那個 BSD Conferences 主要是 FreeBSD的 裡面的talk 就是那些conferences 發生什麼事 關於FreeBSD的話 有一個網站 叫 papers.freebdata.org 那它的原始 我們是直接把它 丟在GitHub上面 那如果有不齊的資料啊 什麼的 就是大家歡迎幫忙補充 好 那講到 這麼多 介紹這麼多 大家最想知道的 可能是 想要如何參加 想要如何參加這個conference 那 參加conference怎麼做 對啊 就是報名 然後參加 好 那這邊可以講一下就是 下一個 BSD的conference 就是 EuroBSD Con 2022 那在 今年也是一樣在9月 然後 這一次終於是 那個實體聚會了 然後 在下下個 現在還沒有announce 但是 正在籌備中的就是 2023年明年3月的 HRBSD Con 應該還是會在東京 好 那參加的話 你可能會想說 我要有東西可以講啊 什麼的 不是只有那個 當聽眾 如果你有東西可以講的話 可以考慮看一下 我前幾年 在 那個 CostCup 的 的 影片 那有些可能需要更新了啦 所以那個 因為這幾年其實我除了 剛才講做testing啊等等 我還改了整個 新的那個整個 開發流程的workflow 我們還在 那個 還在 還在討論中 其實這個就是 之所以要 我得去 UFBSD Con 像今年9月的Dev Summit 因為我們就是要討論說 現在的那個 Proof Concept 是不是 該如何進行 好 那 還有就是看完了這些的以後呢 有一個比較 我覺得對於學生 其實現在那個 Google Summit Code 不只學生可以參加了 然後還有像OCF 他們有一些 community intern的這種project 會那個 就是 有各式各樣的資源 幫助大家 就是跟 community 有接觸 所以就是 可以 考慮那個 參加這些東西 那我這幾個月 其實 應該說過去幾年啦 也跟不少學生合作 就是 幫助他們 contribute out premediate project 那我會說就是 貢獻 open source 永遠不嫌晚 也永遠不嫌早 從今天開始是最重要的 那 稍微做了一些東西了以後呢 那個標帕就 就是把你的那個 talk of your presentation 寫出去 如果被接受的話呢 那個 前面我們講到就是 這個傳統就是 所以其實讓各個 conference的那個 創辦人 的那個創辦人也很 創辦 舉辦團隊也很辛苦 就是因為要負擔所有 那個獎者的機票時數等等 所以其實每年那個 在招設方設都相當的辛苦 好 然後 附的這張圖叫 move 它是一個那個就是 幾年前大家好玩 就是對 BSD conference 造的一個 就是設的一個吉祥物 就是一隻羊的補號 然後呢 那個好玩的地方就是 在每一個conference的最後 closing session的時候呢 就會選出一個人 然後現在的這個 我們叫那個 那隻羊的那個keeper baby sitter等等 就要把他交接給下一個人 他會去參加下一個conference的人 然後那個人呢 他就要帶著那隻羊 然後那個羊的那個景圈上面 他有一個推特帳號 然後那個景圈上面 就有那個推特帳號 他的那個密碼 然後他就要負責就是 當他的發言人 到處那個po照片說 我現在在機場 我現在去了一個新的國家等等 所以 那個這隻羊 他的那個 飛行的里程數 都遠超過大部分的人 那個 我應該是2019吧 在 還是 反正就是前幾年 我碰到那個 那時候的keeper 他就跟我講說 那個他 這隻羊 他拿到了那個 應該是汗沙航空吧 的那個高階會員 那個高階會員 那今天講了那麼多 當然Samine Talk 然後你就可以enjoy你的那個price 是一個 那對於就是 你可能現在還沒有這麼多可以講啊等等的 就是東西可以分享等等 但是你又想參加 然後 我知道就是 對於在亞洲的我們要去參加 參加 HRBSD 可能很簡單的 可是你去參加其他 conference 有各式各樣的交通啊 住宿等等問題 而且那個 歐美的消費又特別貴 所以呢 那個 FreeBD Foundation 那 他有提供一個 Travel Grant的Program 大家可以看 然後 那個 EuroBSD Con 他也有一個 Travel Grant的那個計畫 不過這個 兩個就是大家可以申請 可是 當然FreeBD Foundation的話 就是要跟FreeBSD有關 那 EuroBSD Con的話 是只能參加 EuroBSD Con 那 那 提供的 就是要申請的話 你們要給他一些 好的理由 那 其實不要 不要覺得這個東西太難 這個 Travel Grant呢 他當然有上限 現在 像FreeBD Foundation的 Travel Grant 是1500美金 那 但是應該也是 不無小補 那 他就是來推廣用的 所以其實也 每年也會有一些 比較 第一次接觸啊 什麼新人等等 但是 你就是要提出一個 很好的理由說 為什麼我們 花錢讓你參加 是 就是對於 FreeBSD 這個 community有幫助的 所以你可以講說 我就是剛好有一些 Walking Progress 要去Present 或者是 我最近 過去多久 我都愛跟這個 community的人 合作一些專案 怎麼樣 我也想去Present啊 一起 等等 或者是說 我現在這邊有一些技術 我可以馬上 給大家 派得上用場 我想要找大家討論 這也是都可以的 好 那甚至呢 就是 在 不是 前面講的那些 BSD 你想要去參加 也是 也是可以的 因為就是 我們甚至更歡迎就是說 一些人 去其他 conference 去做這種 closed community的交流 你去其他的 conference Present你在 FreeBSD 這個Worker 也是很好的 那就是 大家 不要緊張 那個 申請這個東西 其實你只要講出好理由的話 都會過 也不能講都會過啦 會過的機會很大 那 可以偷偷講一下就是 其實我是那個 FreeBedley Foundation 今年那個 應該說上個禮拜 被加到那個 Trouble Grant 的Review Committee裡面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講這些事 好 那 這邊講 稍微再講一下說 以前的事情 那個 呃 就是 我是怎麼 就是 到 就是 慢慢參與這些的 那前面講嘛 HRBSD抗2004的時候 就是 那個時候就是 懵懂無知的 使用者 然後就看到 在台灣耶 然後就去參加了 然後 到了2007年的時候 發覺說 東京又要辦耶 那個 我有一個很好的理由 跟 那個 那個 父母拿錢 跟 老師 跟學校請假 然後就跑出去玩了 然後呢 後來就是 其實也在2007年的時候 我 成為 developer 然後就有更進一步的 那個 community 的合作 那 一直到了2014年的時候 然後 那我去參加 我就是 申請了那個 Travel Grant 其實那時候也是 其他人鼓勵啊 說 你可以 你這個東西現在做的 有一個樣子的 應該去跟大家分享 大家討論怎麼做 所以我就去 申請了Travel Grant 然後就 飛了17個小時 到加拿大去 然後 那時候就是 主要去參加 Walking Group的 那個討論 那 我覺得 想跟大家說的就是 我覺得 真的參與了 community 真的參與了討論了以後 然後 我才覺得說 像以前就是只有 單純寫扣啊 什麼的 其實 才大概 所謂 參與一半而已 你還要 因為 community 裡面 更重要的部分 是人 你跟其他人有接觸的話 才是那個 完整的參與這個社群 然後一起討論 才是跟 這整個 project 一起成長 好 然後 在那邊就收到了很多 那個人家的鼓勵啊 什麼的 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 很快樂的事 因為那也是第一年 就是我坐在那邊 然後 會有人就是 走過來說 你是不是就是做那個 什麼什麼的 的人啊 那個 做的東西很好啊 什麼的 我希望可以跟 看有什麼可以幫忙 一起討論 那2017年的時候就是 被邀請當了 programer committee review paper 等等 那 2016年的時候就是 我第一次在 國外做那個 present 那一年的那個 那個 2016年的那個地方 是在 塞爾維亞 那個時候 台灣人要 申請簽證 還要那個 去塞爾維亞 日本大使館 相當的麻煩 那 他們那邊的那個 conference的那個 背景後面還滿好玩的 說 我是一個 人畜無害的 黑客 那就是 如果發覺我在街上 彷徨無助的話 請幫我送回我的旅館 那 那最後就是 那個 再講一次 eurobsdcon 2022 終於就是 那個實體的conference了 它在今年9月的15到18 然後在奧地利的維也納 所以 他們的那個 你看就是音樂之都嘛 好 那 那 呃 詳細的話可以看那個網站 那 那個 我看了一下那個 今年的議程 相當的有意思 那個 那個 可能是大家都記了好幾年的那個 talk 就是都 summit在這邊了 那要注意一點也是 那個 早鳥優惠到明天截止 所以那個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看 那當然那邊也有那個 developer summit 如前面說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是可以跟我講 我可以很樂意的幫助大家 好 那 最後就是 跟 回到台灣 我們跟台灣的那個關係 那想知道更多 對這些東西有興趣的話 我們有一個網站叫 dftw.org 裡面可以連到 Facebook Group 啊 Telegram群組 就是有 東西都可以在上面問 大家分享 那講到conference的話 其實 2017年的時候 我 被志願的那個 辦了一個 在台灣的conference 不過有點可惜就是 後來實在是 工作啊 其他事情太忙了 因為那個時候我還是 全職的 那個 其他那個 公司的工程師 對啊 所以後來就沒有辦法 再繼續做 好 那時候我們辦了一個 很小的conference 然後 這幾年 我們其實一直在想辦法 增加 3BD在亞洲的 那個曝光度 那 我在跟那個 因為日本的那個主辦人跟我很好 然後他也是覺得說 應該要移出東京 所以我們正在想說就是 以後應該是 幾年來應該是 一年台北一年東京 一年台北一年東京 所以現在 這個東西沒有確定 但是我們在想說 2024的話 有可能會辦在台北 那到時候就是需要各式各樣的 大家社群啊 的 參與 黨工作人員 投稿 甚至 對我們需要贊助 好 那 大概就是 這些了 那個 就是 我 talk到這邊 好 好 想請問大家有沒有問題 想要請教立網 不管是不是可以 我想問那個 前面會有一些 那個 那個 信號就是 正規表示法 代表說 BSD或者是 FreeBSD 它可以Match 那個沒有資源 或者是任意多數的資源 所以就是前面講的 BSD本身 或者是 FreeBSD OpenBSD 等等 謝謝 那還有一個問題嗎 我想 我想 請問一下 就是剛剛講那個 Travel Brands 那個 是說 就是 就算不是 speaker 但是跟 BSD conference的一些貢獻有關 都可以申請 對 而且 對 講到這個我有一個地方忘了 甚至 不會說 你一定要是 programmer 你只要各式各樣的 你只要提出一個 你可以對整個 community 有好處的 grant 的話 就可以申請 像 我知道你就是常常參加 各個國際 conference 什麼的 就是我可以做 我去報到一些新聞稿 然後就可以申請到那個 對啊 不過就是 因為 要看那個每天 受到多少application 什麼這樣子 比較 對 反正就是 它就是提供大家 那個 可以去參與這些 community 因為 就如同我說 參加 community 才是真正的 就贏整個 project 那我們今天挑戰到這邊 然後謝謝大家 蔡美琦的利文 下一場一場 一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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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